来自UFO的神秘碎片 外星人所遗留下来的铁锅 沉睡了八亿年的童话公主 你都可曾听闻过吗 这些貌似都为天方夜谭的奇异民间传说 实则渐渐有着真材实料 并且都源于西伯利亚 这个充满神秘色彩的地方 接下来将为大家盘点 来自西伯利亚的四大离奇发现 如果让你和一个2500岁的公主结婚 你愿意吗 可如果她带着天文数字的嫁妆呢 2012年 考古学家在西伯利亚的冰冻层体下 发现了一具神秘的女尸 这具神秘的女尸身上 竟穿着由我国制造的丝绸和年毛长筒靴 并且身后还附有两名类似陪葬的男性战士 于是专家推测 这位女尸的主人生前 应该是隶属于西伯利亚皇室的公主 而且根据她们的判断 该尸体至少应该拥有2500岁 可奇怪的是 这么长的时间里 尸体上的纹身依然清晰可见 从肩膀一直延伸到手腕处 在该公主的陪葬物中 除了战士还有宝马 其寓意应该是 能成功地将其送到下一代 如果凭借这样的奇闻 也不能够惊艳到你的话 下面这个外星人遗留下来的铁锅 就十分值得你好好研究一番 据说当时 俄罗斯雅库茨克的西伯利亚太家地区 拥有着世界上奇闻异式的孕育之地 也就是在那片 被称为死亡之谷的原始真叶森林 在那个神秘又危险的地带 却偏偏拥有着一个盗扣铁锅的著名未解之谜 数年来无数探寻的考古科研学家 都无法揭开此锅 其中的奥秘一落在西 伯利亚死亡之谷的盗扣铁锅 你听说过吗 当初这个神秘铁锅的发现 也要归功于 那些冒险进入死亡之谷狩猎的猎人 见到了这个突出洞土 即将拌云的铁盖头 在这个铁盖头的顶上有一个开口 是类似于楼梯井的出入口 楼梯底下是圆形的走廊 和树和形态各异的房间 那么问题来了 这个铁盖头的神秘之处 究竟在哪里呢 事实上 此物最为神秘的一点 就是它超越地球上所有物质的隔绝性 在西伯利亚冰冷的气候下 室外温度明明已经降到了零下40度 可这个大铁锅里的气温 却丝毫不受影响 反而还异常的温暖 没有人知道 这大铁锅到底是用什么特殊材料所制 能够拥有如此之高的保温隔绝性 为了验证铁锅传说的真实性 2012年 一组科学家冒着巨大的风险 潜入死亡之骨深处 最后静声称 他们找到了五个可能由远古人建造的 传说中的铁锅 淹没在水汤之中 但不幸的是 死亡之骨的死亡效应 还是随着他们的深入显现了出来 两名队员 毫无征兆地出现了怪异的症状 失去了行动能力 后来俄罗斯不明飞行物专家表示 这些很有可能是失势 坠毁的外来飞行物残骸 或者是古代时空战所留下的遗物 更神奇的是 俄罗斯学者认为 这些诡异的建筑 是地球分别饱受了通古斯陨石 修雷姆陨石 以及维基姆陨石的灼烧之苦 而对于死亡之骨的传闻 专家猜测 应该和其地下的火山毒气有关 因吸入大量的 毒气会导致各器官丧失自我调节能力 死亡之骨的名号 才由此而来 见过了西伯利亚公主 讲完了外来文明的铁锅 那么三亿年前的金属物 和八亿年前的童话公主 貌似并没有那么离谱 有关这个三亿年前的金属物的初次发现 还要来自一个半夜动静 四处寻找煤炭取暖的西伯利亚山林 可谁知道 这煤炭没找着 反而发现了一块形状怪异的金属物 科学家在进行对比观察后发现 这块金属物竟然来自三亿年之前 可人类才存在了数万年之久 并且经过仪器的扫描 这块金属物并不是自然形成 而是后天打磨形成的产物 那么在那个还没有人类的特殊年代 这块金属物又是何方神圣所创造的呢 部分学者将金属物打碎后 用特殊试剂进行进一步检查分析 惊奇地发现 这块金属的质地非常轻巧和柔软 并且含有纯度极高的铝 而对于此块金属物的来龙去脉 目前科学家们也无处探寻 或许看到这里的你 认为此物已经足够离奇的话 接下来压轴登场的 将刷新你对时间的认知 故事出自于1969年的 西伯利亚科麦罗沃 一个80米深的煤矿内 竟然挖出了数据富有 精美雕刻的大理石士官 打开一看 里面竟躺着一个 被神秘蓝色液体包裹的美丽女子 据当地目击者称 该女子完全没有死人的状态 反而美得好似童话里的公主 可当军队在之后 已将尸体脱离蓝色液体 原本美丽皮肤雪白的童话公主 立刻就 变成了一具黑色腐败的干尸 自那之后 被带走的美丽童话 就逐渐地被人们遗忘 直到2017年 以则名为八亿年前的女人 在网络上疯狂传播之时 人们才回忆起了 那个曾轰动一时的美丽传说 可对于她是否真的拥有八亿年的历史 仅凭此文 和当地目击者摩棱两可的说辞 是无法论证的 不过 西伯利亚的神秘传闻 可远远不止这些 只不过等待有缘人将此发现罢了 两根筷子摩擦眼睛 就能挤出白色的虫子 这些民间骗术 你知道他们是怎么做到的吗 路边的这位神婆 正在给人挤眼虫 她手拿两只圆珠笔 在眼皮附近来回摩擦 没过几秒 就看到了米粒大小的白色虫子 被解了出来 有的甚至还能来回蠕动 场面十分震撼 洗完眼虫的人 还表示感觉非常舒服 但是大家仔细想想 眼睛里真的会有这么多虫子吗 别说这么大个的虫子了 我们的眼睛 就算进点灰尘 都非常难受 这虫子是哪来的呢 实际上呀 所谓的眼中蛆虫 就是骗子通过熟练的手法 趁人不注意时 将假虫子快速放进眼睛里 再搞一些小动作 营造出虫子真实 从眼睛出来的假象 而这些虫子 其实就是晒干的菜籽虫 虫子干尸遇到眼泪 迅速膨胀后 就变成米粒大小的虫子 看起来就像会蠕动一样 你以把虫子干尸 放到眼睛里面 想想就难受 其实挑眼虫这种把戏 在上个世纪的农村 和集市特别火 很多小伙伴应该都有印象 当时啊 大家都以为 这是流入民间的大神 这部吃瓜群众中的小王看到后 就觉得十分惊奇 他想起了自己小时候在村里 也见过这种洗眼睛的生活 于是决定试一试 虫丸虫一结账 好家伙一百块钱 小王觉得不太对劲 打开手机看 发现网上有不少被骗的案例 于是马上打电话报了警 这是神活交代的犯罪过程 大家感受一下 首先用两手按摩吧 按摩手机 趁人不注意 就拿筷子就已经弄上去了 那个芝麻糊的 跟他就搞到筷子上面 就粘到筷子上了是吧 粘到他的眼皮上面 就好像是那个呀 是里面出来的 你见过长在花瓶里的女孩吗 你见过人面蛇真的美女蛇吗 如此诡异又真实的画面 成为了很多人的童年阴影 不少博子表示 小时候在农村的庙屋和集市上 经常能看到 这些异形美女的身影 美女蛇带着夸张的面具 和头饰 头部以下 全部是蛇的身体 说话的过程中 时不时还会摆动尾巴 花瓶姑娘香香 从小就得了怪病 没有胳膊没有腿 只能养在花瓶里 靠和牛奶和稀饭生活 很难想象 小小的花瓶 怎么能装下莫大的身体 难道它真的被做成了 传说中的人质吗 而美女蛇 真的是人类和蛇的后代吗 实际上 花瓶姑娘和美女蛇 只是一种民间骗术 它们利用的都是镜子折射原理 两块镜子以45度 放在头部两侧 所以你可以看到 花瓶姑娘的背景 都是颜色统一的景 演员将头端在花瓶上 身子就藏在镜子后面 为了更好地衔接身体和头部 还会对一些花花绿绿的丝带做掩护 为了不露线 花瓶姑娘和美女蛇的场景 搭建都比较高 让观众只能仰视 另外还会拉起警戒线 也是为了防止露出破绽 使现场揭秘花瓶姑娘的录像 大家感受一下 民间高人吞吐铁锹 你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吗 注意看 这位大哥准备给大家表演的绝活 他要将手上的大铁锹吞进去再吐出来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造假 大哥随机挑选了一位路人 验证这是真材实料的铁锹 血刃握吼大 给铁锹削了一下毒 然后张开大嘴将铁锹吞入口中 随即露出痛苦的表情 趁着大火惊讶的间隙 大哥缓了一回 然后向路人展示 自己口中没有任何东西 转了一圈后 大哥一个蹲起猛拍胸口 只见刚才拖进去的铁锹又飞了出来 看到这你是不是在疑惑 这么大个铁锹 真的是从肚子里出来的吗 我们倒放一下视频 重新从大哥咬住铁锹的这个画面 可以看到 铁锹的直径真的很大 所以藏在嘴里是根本不可能的 更别说顺着嗓子眼进肚子了 停一下 就可以看到 铁锹藏在了大风艳后部 为了揭秘这项民间绝技 一位高手在艾滋光扫描一下 再次表演了口吞铁锹 从图像中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 铁锹藏在了咽喉位置 对于普通人来说 我们的咽喉容量是非常小的 一开始啊 这些高手也不例外 但是为了扩大自己的咽喉容量 他们付出了多年的努力段 练自己喉部的肌肉 才做到了现在吞吐自如的境地 可以想象到 在训练的过程中存在着多少未知的危险 而即使已经能够做到吞咽自如 经常表演这项绝活 也对身体的伤害非常大 所以 当你下次在街头碰到他们的表演时 就给他们一个热烈的掌声吧 这是对他们最大的支持 二十世纪初 人们在丛林中 发现了一座巨大的史前遗迹 印度尼西亚找挖岛的荷兰殖民者 听说岛上有一座失落的宫殿 荷兰人听到这个故事后 决定前往丛林深处 寻找这座建筑 经过几天的长途跋涉 他们终于找到了 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遗迹 一座巨大的山丘 四周环绕着挡土墙 山丘上的巨石 形成了巨大的台阶 从远处看 整座山就像是用石块形成的梯田 实际高约一百米 众人沿着台阶走到了山顶 发现山顶上 到处散落着 由玄武岩切割出来的举星石块 似乎早在人类文明出现之前 这一切就已存在 殖民者回到城镇后 马上向荷兰政府报告了他们的发现 尽管荷兰人对遗址充满了兴趣 但由于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 荷兰政府自顾不暇 直到印尼摆脱殖民统治 荷兰人都没来得及 派出考古学家前去探索 遗址慢慢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直到65年后的1979年 三名找挖岛农民在丛林中 再次发现了遗址 印尼政府很快就派出了考古团队前往 现场考古学家将山丘命名为 巴东山遗址 经过测量 巴东山的视阶一共有370几 广视阶占地面积就超过了3000平方米 这些石块长约3米 重数百吨 都是从100公里外的彩石厂运送过来的 在山顶原本还矗立着一座神殿 在未进行放射性探测年法 来确定遗址年龄的情况下 考古团队认定 遗址建于公元2世纪至5世纪之间 处于印尼史前晚期 并做出了如下结论 巴东山遗址只是一个较大的古代定居点 和世界上同时期的其他遗迹没有区别 就这样 巴东山再次被人们遗忘 直到2011年 印尼科学院地质学高级研究员丹尼 谢尔曼纳塔维甲甲 来到了巴东山 和考古学家不同 丹尼通过地质学家的敏锐 一眼就看出遗址的不同之处 他发现巴东山的特殊形状 并不符合自然景观的特点 并且不像周围的地形那样 受到严重侵蚀 巴东山在地质学上看起来非常年轻 意味着整座山都被人工改造过 在丹尼·谢尔曼的努力下 2014年 一个由他本人领导的 印尼政府资助的研究团队 前往巴东山进行考古挖掘 研究团队首先对地表石块下放的土壤 进行了放射性探测 年结果为公元前500年左右 这和人们之前的预期接近 但当团队使用探地雷达 对深埋在地下的结构 进行进一步研究时 扫描结果令所有人都惊掉了下巴 丹尼·谢尔曼总结道 挖掘证明巴东山不是一座山 在漫长的历史中 每一代人类都将建筑建在更古老 更复杂的结构上方 此后不断有人用石块层层叠加 建造者似乎有意在掩埋旧的部分 问题是哪些最早建造巴东山的人是谁 值得注意的是 28000年前地球处于莫死冰期 冰盖南部边缘一直延伸到北纬35度 全球大陆有接近40%的面积被冰川覆盖 全球平均温度比现在低了6摄氏度 当时的温带在冬天 气温会下降到零下30摄氏度 只有赤道附近才是温暖并适合人类活动的区域 而巴东山正位于赤道附近 两万年前的莫死冰城七期间 海平面要比今天低150米 当时的印尼群岛并不是岛屿 而是连通了亚洲大陆 形成一整块巨大的陆地 科学家将这块陆地称为汛塔古路 这块大陆温暖湿润 是当时最适合人类文明发展的地方 后来由于海平面上升 大量古代医迹都被海水淹没 一颗2000年前的细长颅骨上 镶嵌着一块神秘的金属板 这颗颅骨的主人身前到底发生了什么 考古学家认为 一座距今4500年前的古老建筑 可能是一座古代医学院 古代秘鲁医生正是在这里 得到了一系列堪比现代外科手术的技能 2020年 一位匿名收藏者 将一颗不可思议的颅骨赠送给了 美国俄克拉荷马州的古科博物馆 这颗颅骨来自秘鲁南部海岸 帕拉卡斯半岛的一个考古挖掘现场 有着2000年的历史 帕拉卡斯半岛 一直以挖掘出各种匪夷所思的文物著称 2022年 博物馆在经过再三犹豫后 还是决定向公众展示这颗人类头骨 当人们参观过这颗头骨后 终于明白为什么博物馆会抱有疑虑 因为这是一件让考古学家无法解释的物品 首先这颗头骨的形状 比一般人类的颅骨细长得多 在古代世界很多地区 人们将细长颅骨 视为一种对精英祖先的崇拜 然而头骨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 颅骨上一个破碎的区域 被植入了一块薄薄的金属板 人们可以清楚地看到 金属板已经和颅骨紧密融合在一起 一开始研究人员认为 金属板下方的颅骨破碎区域 可能是由于穿孔手术造成的 人们早就发现 在现代医学制造出部落分之前 南北人已经学会通过颅骨穿孔手术 来缓解头痛 他们会施行开颅手术 在颅骨上切开一个小口 让多余的液体渗出 从而减轻大脑内的压力 然而进一步的研究表明 这颗镶嵌金属的颅骨 周围有多条骨折线 并且骨折边缘已经愈合 这意味着死者的头部受到过严重打击 然而 这种致命的攻击 并没有要了他的命 这是为什么呢 人们大致还原了事情的经过 2000年前 一位秘乳勇士 在战斗中被棍棒击中 颅骨的一部分被打碎 这种程度的头部伤 即便在现代也很难施救 然而高超的古代秘乳外科医生 迅速采取行动 对伤者施行了紧急的开颅手术 取出破裂的颅骨碎片处理了伤口 最重要的是 医生将一块金属板缝合到颅骨中 用以替代碎裂的头骨 手术后 这位伤者奇迹般地幸存了下来 头骨裂缝最终愈合 导致金属板深深地镶嵌进颅骨中 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 这颗颅骨 并不是唯一被人们发现 存在金属植入物的人类头骨 秘乳博物馆曾收藏过一个古代颅骨 颅骨上的穿孔被黄金填充 2013年 人们还发现过一个更极端的例子 一位古代秘乳人的颅骨上 缝着一顶金属帽 就像一具头盔一样 保护着颅骨破裂的部分 实际上 开颅手术要比人们想象的复杂得多 实施者必须具备高超的医学知识 和丰富的经验 也就是说 这是一项必须不断练习 才能掌握的技术 手术要在不损坏血管的情况下 切除颅骨 实施者要确保包括大脑的三层膜 即硬脑膜软脑朱网膜 以及真正的大脑不受损伤 任何操作失误都会导致患者的死亡 而手术引起了感染 排异反应等严重并发症 也会要了患者的命 即便在拥有麻醉剂和抗生素的现代 实施这样的手术 也无异于行走在鬼门关 然而有压倒性的证据表明 毕鲁古代医生的开鲁手术 成功率初期的高 根据历史学家的统计 在古代毕鲁 安底斯山脉地区的头骨样本中 所有接受过开鲁手术的患者 有91%在术后都活了下来 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据 作为比较 19世纪美国南北战争时期 开鲁手术的成功率仅仅是50% 也就是说 一半的人都活不过手术 直到西班牙人16世纪到达南美洲后 殖民者将当地人的开鲁手术 定位成非法行为 这一古老技巧才逐渐消失在历史中 今天的人们 不清楚古代毕鲁失识者 使用了什么工具 以及什么手段 来提高手术成功率 有人认为 古代毕鲁人会在死者身上 练习他们的技术 就像今天在现代医学院 学习外科手术的学生一样 1937年 考古学家在毕鲁的卡斯玛山谷 发现了一个巨大的医址 这个医址名叫谢奇尔托 它建于4500年前 在谢奇尔托的中央 矗立着一座名为 塞罗瑟钦的巨石建筑 建筑的用途 是一个困扰考古学家 接近100年的难题 建筑外部的花岗岩外墙上 生动地雕刻了各种人体器官 包括人体颈椎和内脏 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个惊人 却又符合逻辑的看法 即塞罗瑟钦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医疗和外科手术 中心外墙雕刻的正式建筑 里的古老医生进行的手术 一个最好的证据是 一幅雕刻 描绘了一个正在进行中的开颅手术 就像现代医学院一样 塞罗瑟钦就是壁颅古代医学院 用来培养医术高超的外科医生 那些实施复杂开颅手术的古代人 正是在这里锤炼了自己的手术技能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 这种高度复杂的手术技能 最初来自哪里 除了高超的技能外 他们还使用了什么工具和药物 来提高手术成功率 细长颅古的主人 和这种医学知识之间 有没有可能存在某种关系 也许只有进一步的考古挖掘 才能给我们带来答案 一百年前 一位考古学家偶然发现 一座神庙中的石块镜 然是透明的 那些巨石就像玻璃一样 被建造者雕刻 他们究竟采用了什么技术 又是为什么这么做 这种结构的背后 可能隐藏着一个 失落文明的哲学传统 而这一传统 一直延续至今 位于埃及尼罗河东岸的 卢克索神庙 是古埃及最古老 宏伟的神庙之一 它建于距今3400年前 当时每一位新登基的 埃及法老 都要在卢克索神庙 举今一种自神化时代 就开始的神秘仪式 20世纪30年代 法国古物学家 施瓦勒德·卢比茨 来到埃及著名的 卢克索神庙 进行参观时 注意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在神庙墙壁上的雕刻中 镶嵌着一些 看似毫无意义的石块 考古学家认为 这些石块 是用来弥补建造者 在施工时犯下的错误 但德·卢比茨并不这么看待 他相信 这些石块有着特殊的用途 德·卢比茨用了12年时间 对卢克索神庙 重新进行了测量 复制了神庙所有的浮雕 平面图和墙上的名本 最终得出了一个 令人吃惊的结论 他发现 神庙墙壁正翻两面雕刻 实际上是互补的 如果人们将两侧墙壁的雕刻 叠加在一起 会吃惊地发现 它们相得一张地 组合成一幅全新的图案 并且 只有当它们彼此叠加时 观察者才能看到图案全局 施瓦勒德·卢比茨 将这种现象 称为石块透视术 就好比建造者 并不是在一块石头上 进行雕刻 而是在一块 透明的玻璃两侧 进行绘画 而那些所谓 错误放置的石块 德·卢比茨认为 它们起着引导石的作用 它帮助建造者 更准确地构造这种透视结构 透视技术 今天经常被人们用于纸币上 如果我们观察钞票的一面 会看见某种形状 而当我们将钞票 放在光线下再次观察 纸币会变得透明 背面的图案 会叠加到正面 从而呈现出一种 完美的几何形状 通过这种方式 人们可以鉴别纸币的真实性 但问题是 石块并不是纸钞 无论什么情况下 它都不是透明的 即便建造者 使用引导式进行定位 也无法将雕刻两侧的细节 呈现出来 在一个场景中 人们可以看见 法老拿着一颗祭品 献给阿蒙神 而祭品上的象形文字 来自于墙壁另一侧雕刻的投影 建造者充分使用了换位 叠加投影等方式 来呈现不同的图案 为雕刻艺术 创造了一个额外的维度 德鲁比茨还发现了 另一个吃惊的现象 在一些图案中 不仅仅是互相叠加这么简单 图案组合在一起 会产生和单幅图案 完全不同的含义 也就是说 建造者想呈现这么一种理念 即事物的整体 不等于事物部分之和 在二十世纪 人们将这种思想 称为格式塔学派 格式塔心理学认为 人类对事物的感知 是通过将对象 视为一个整体来进行的 对象不能被描述为部分之和 如果一个人感知到事物的整体 那么各个部分就会失去特性 对人的感知来说 这些部分也不存在了 相反 如果只盯住一个部分 就会破坏人们对整体的认识 就像这幅画 如果你只看画的一部分 会认为这是一幅 关于水果和蔬菜的画 但如果看到了整幅画 会发现画描绘的是一个男人的笑项 并且似乎所有的水果和蔬菜都消失了 我们的大脑 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识别这个世界 有趣的是 有人指出 格式塔心理学和量子力学的原理 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在量子世界 感知也是以整体方式组织的 量子实体不以独特的个体存在 德鲁比斯发现 卢克索神庙是一种全新的建筑方式 所有的图案文本符号 只有通过互相覆盖到另一幅雕刻上 才有意义 整座神庙 可以被视为 由石头制成的三维投影 一座隐藏的图书馆 埃及人用这种独特的方式 来表达他们的原始科学艺术和知识 那么 埃及人是怎么做到这种建造方法的 要么埃及人有办法使得石头变透明 要么 他们拥有某种高精度的定位方法 在现代 人类可以使用激光测距仪来测量距离 和埃及人对巨石不可思议的切割 加工能力一样 这些问题都是一个谜 然而比起埃及人的建造技术 更值得关注的是 埃及人为什么要这么做 他们大费周章地采用这种复杂的雕刻 建造方式 不可能只是为了制造一个猜谜游戏 它一定有更深层次的含义 有的学者提出这么一种看法 卢克所神殿的这种设计 是专门为了完成某种仪式 埃及人认为 通过这一仪式 能将人的大脑提高到更高的领域 法老可以穿透石块 感知到石块之间互相叠加形成的图案 从而形成对物质 世界更深入的理解 其实这种关于完整性互补性的概念 出现在人类文明的不同领域 例如宗教神话哲学 甚至科学领域 这些想法已经出现了几千年 但直到近代 才被真正理解 这种思想的来源 到底是哪里 是古埃及的无名天才 还是一个失落的远古先进文明 也许我们永远也不知道答案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 哪个让你印象最深刻呢 欢迎在下面的评论区里告诉我们 如果您喜欢这期视频 记得帮解说圆点个赞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您的观看